摘果了 每天都很多阿姨上去摘果的 这边还有好多个 这里面又有 这是上去开车的 去拉果下来的 这个军奈里现在下车了 阿姨他们在另外一边打包那个王军奈里 没有菜 辣椒 我发现一个问题 冠阳这边 都不吃粥了 都是吃饭 吃粥饿得快 而且这个天气他们说我们就喜欢吃火锅 这个天气还吃火锅 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就喜欢辣椒 送粥或者是炸菜 送粥这样子天气太热了 吃火锅吃满头大哈的 那这边也有 四天了吧 没有哪一天是吃饭是吃的香的 本来就热 然后那个 饭又不这么好吃 而且今天特意在这里煮了一锅粥 今天我们就包这一锅粥了 一个辣椒一口粥 这样吃的真的很爽的 你们吃的多一点 吃橙袋一点 可以 这个孩子特意放在车上面的 走到哪里 我带到哪里 他说你泡的那两个辣椒 我直接放在车上面的 大哥 土的大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星星 什么星星 这是写名字写星星的 难怪找不出 不写名字写星星 写星星 不写名字写是保密的 哦 保密的 哦 保密的 保密的 我看他名字不切是不是 嗯 看到一半的那种 我也不懂 不知道 你那是没有的 为什么我又跟什么都过了过米的 不懂啊 没有 你看刚刚 半天都弄不出来 就是因为你们 要喝点多啊 要吃点多吗 你要留那个给 我都没有化 那我帮你洗我 扛那个锅吃就行 不是我叫我那锅 再掐了锅拿两个碗 按照我们这样吃的速度 这光看家伟应该是你今天应该跑定的 明天不知道吃什么了 真的好吃 爱吃辣椒的又笑饭啊 好了等下你吃这锅 我吃饱了 好嘞 好嘞 那锅我上好了 这个锅 我们都选这种优质果 这个现在打灯能不能打得到 哪个 看那个果又细不细腻 打不到 晚上就可以看到了 人家看不到 对 对 晚上就可以看得到的 晚上它里面下面会有一个透光的 它整个就像一个 像一个灯一样的 因为它果肉比较细腻 这个米蛮薄的 人家说什么七月什么七七月离八月离是吧 那等下你叫阿姨他们休息咯 吃饭休息咯 吃饭休息咯 那我也要睡一下吧 嗯 带你看 你先看一下 我睡醒了 然后你再休息吧 嗯 好嘞 那你休息咯 嗯 你睡醒咯 我直播 我们一起直播就没有 都用休息咯 你记得他找我 嗯 就弄好了 我叫他